胡须璋乳肉饭 胡须璋乳肉饭第一間店 路面湯要來的就是寧夏夜市 寧夏路六十四號和六十二號 所以我們中央 改宗叫做美食文化館 以前路面湯所用的一些東西 那個感覺 意象 還要把它設計在這間店裡面 你如果看到這個 一塊長長的這個桌子 其實那個是 它的意象就是以前的離家 板車 我們所有的東西都要對我們的家 煮出來的路面湯 那個運步就對了 第二個就是 你如果看到一個這樣 漸漸的柱頂 那個燈灶 這個燈灶就是 它的意象就是路面湯 攤車的那個柱頂 它就好像在路面湯 在吃飯的那種感覺 如果你在裡面有看到阿嬤的花布 我們也是善用這個阿嬤的花布 來代表我們本身的一款 流行時尚裡面的一種 傳統的物品 所以這間店可以說 你可以來看到花椒 看到這個很重 重重重的紅木桌椅 你可以看到我們裡面有一個 一道拼 裡面有一些名人的 這個簽名的盤子 這個簽名盤是很重要 那是大家來給我們見證 代表胡須張滷肉飯 是不斷的在創造 新的流行的 想要做不同的滷肉飯的連鎖素養 苦瓜排骨可以說是 我們這個產品裡面 到現在為止 第一名的人氣的湯品 裡面苦瓜的種粉量 比排骨肉更多 所以整檔起來 你看到就是 這麼多苦瓜 這麼多排骨肉 這樣整檔 全吃 像這樣下去燉 它的湯 都用原種清燉苦瓜排骨湯 所以它的湯頭 可以說 你吃起來 苦瓜不苦 喝起來甘甘 有充分的肉 白骨味 但是整個非常的清爽 所以 既退會 油膏會苦甘苦甘 來配一碗滷肉飯 又不油膩 所以整個 它可以說是 像漢堡配可樂 滷肉飯配 苦瓜絕配 從路邊攤到今天的 胡須張美食文化館 運用多店階段經營經驗 正式對外開放加盟 並通過ISO 9001認證 強調台灣攤頭美學 並結合現代風味主要概念 發展出獨特的裝潢風格 團結社群 那句話 像多bet 都會 成功 感谢观看